你知道德华为了上分究竟能有多拼吗 不仅装扮成女生叫队友带飞 并且还把蜜小涛迷得神魂颠倒 在听到妹子的声音后 蜜小涛就像打了鸡血十分激动 来一句蜜小涛哥哥带我飞 他肯定激动死了 来一句 小涛哥哥带我飞 小涛哥哥 没问题没问题 此时蜜小涛还不知道这个妹子是边路之狐吕德华 反观德华在得到蜜小涛的肯定答复后 也是笑出了驴叫 要知道两人曾多次排在一起都以失败告终 那么这次蜜小涛能否将其代飞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进入游戏 蜜小涛正常拦开 升到四级就准备支援下路 没想到下路的阿里打得十分凶猛 不到一分半就拿到了几方装周的一起 蜜小涛和德华健壮立马赶去支援并将牛魔收下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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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就在德华回中路的时候也遭到了敌方两人的偷袭 一个反向大招直接把蜜小涛看得目瞪口呆 无奈只好含泪帮德华清掉中心 不能躲冰块里面吗 请大招反向放 马来 按键太小了 没按到 你真的是 紧接蜜小涛刷完也却来到上路 老夫子见蜜小涛上来 心领神会利用大招将其捆住 在两人的配合下 即便白起使出浑身解数都在劫难逃 到死吧 五分钟老夫子在中路被留住 蜜小涛眼看情况不对 立马带着队友前去救场 虽然救下了老夫子 但自己却吃了成敦的伤害被激活带着 随着蜜小涛倒下 德华便想帮忙复仇 结果还没来得及操作 就被白起空的动弹不得当场震撼 不操 随后对面打出优势便开始入侵野区 德华本想帮忙守一波 结果却被顺秒 等蜜小涛和队友赶来立马回头喊打 带走白起后 蜜小涛在乘胜追击 飞还想刷野捕状态 却被蜜小涛一个大招送回了泉水 死 终于找到了 可以啊 带走飞后 蜜小涛顺势将红棒抢下 但还是遭到了白起的追击 蜜小涛本以为白起拿自己没有办法 没想到就在自己撤退之际 阿力却追了上来 此时蜜小涛才意识到 不对想撤退 但以为是已晚 哎呀 打扰了呀 什么鬼事啊 这地方 紧接十分钟的双龙刷新 为了争夺暴君对面提前站好了位置 蜜小涛还想试图抢夺却被瞬间打残 最终不仅没保住暴君 甚至几方还挡下了三人 蜜小涛没有状态也拿起束手勿策 这波打不死啊 不过很快对面也出现了失误 这波老夫子在中路捆住了白起 蜜小涛见状立马带着队友前去帮忙 原法由于没有技能被蜜小涛击杀 记着记着记着 虽然带走了原法但对面也支援了过来 虽然几方人多但蜜小涛还是选择以大局为主 随后几方老夫子继续在中路开团 发现白起独自一人便用大招将其捆住 等队友赶到一拥而上集火将其击杀 虽然带走了白起 在马可的带领下队友士气大掌 补完状态就开启了反攻的号角 原法只是看了一眼就被蜜小涛送回了全水 原法倒下后白起也被几方留住 蜜小涛跟上输出再斩一头完成二连击破 此时阿黎还想躲在草里敦服 殊不知这一切都被蜜小涛看在了眼里 直接利用兵线吸引阿黎出手 再按出今生规避伤害配合马可将其击杀 而对面看着我方打得如此凶猛也察觉到了不对 于是为了快速结束战斗便集合找我方开团 没想到这正是我方想要的结果 直接前后围攻打了对面一波措手不及 最终一波团站下来对面被打了一波小团面 眼看比赛已成定局德华也打开了麦克风 此时压在蜜小涛心中的巨石也瞬间被击破 可以 多把配合了还可以 对对 手降了 终于赢了 靠 我竟然更多赢一把了 太一玩 错都翻盘了 我还以为要输了 对吧